明明可以做一面满黄一面白肉的一个圆排 但是呢我要把它切了 虽然切了可惜 但还是要切 为什么 跟你们讲一下 先看材料 这一面是黄斐 这面是白肉 达马卡那料子 肉这是相当细腻的 漂亮了 压压厚度 这边达到了18.3 这边薄的地方只达到了14.6 那么我们要怎么切它呢 我们把这边的黄物给它切掉 是不是很疯狂 大概切到这个位置 它就会露出这边是白肉 这边是黄 现在你们就知道掉什么 一面之间 那背后呢肯定也要切 不然太厚了 差不多再切掉 这么多 差不多 一面之间的圆排 你们喜欢看不是吗 给你们雕 来 切了 直接上设计 千年之间的圆埃 信以着 垂羞起落 长悲欢 潮离货 无关我 盛开火 若不想有我 背后呢还掉了两条鱼 正好这个地方漂亮 黄斐撬成眼睛正面 哦哦漂亮吧 这个颜色太分明了 我觉得这个材料 切了做一面之间 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现在没有抛关 来吧抛关 一练之间已经跑了双面宫 来看一看 黄斐游戏相当好 抛完关以后 这边脸部做的是磨砂 背后这两条鱼 看到没有 这个一点点黄斐 刚好就撬成了他的眼睛 相当的润这块材料 达马坎的材料呢 大多是肉醋 像肉这么细的 还是比较少煎的 看看效果 相当OK 之前的一念之间 一做出来就没了 但是这个呢 现在还是我的